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都得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事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 大家好,我是阿易,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平淡而有深意的爱情电影,过往人生。 在一个纽约街头的小酒馆里,三人并排而坐,纳因和海盛用韩国的家乡话聊着天,而身为美国人的亚瑟,因为听不懂插不上一句话,坐在一旁显得有些尴尬。 酒馆里的三人都在猜测三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说纳因和海盛是一对情侣,而亚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 有人说纳因和海盛是来旅行的,而亚瑟只是他们的导游。 事实上,纳因和亚瑟是夫妻关系,海盛和纳因只算得上是二十多年未见的朋友。 二十四年前的纳因和海盛只有十二岁,他们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每天一起上下学。 那天放学,纳因的心情很不好,海盛以为纳因是因为考试名次低于他而情绪低落, 他觉得纳因很小气,毕竟之前纳因总考第一,作为第二的他从来不生气。 自己只是考了一次第一,纳因就不开心了。 他不知道的是纳因心情不好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他们一家人马上要移民美国。 他习惯了家乡的生活,不想离开,可这已经是父母决定好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也没能力改变。 母亲问他在学校有没有喜欢的同学,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海盛的身影。 十几岁对于爱情懵懵懂懂,但莫名的脸红是心动的最好的证明。 为了让他不留遗憾地去美国,离开前母亲约了海盛的母亲,让他们有机会再见上一面。 两人的母亲都觉得他们很般配,可他们还小,之后的命运各有定数。 或许他们有机会还能见面在一起,或许相望于茫茫人海再无相见的一天,一切都要看他们的缘分了。 海盛知道纳英马上就要离开,或许不会再回来,回去的路上他一直紧紧牵着纳英的手,想要时间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听着纳英和同学们告别,海盛的心里很难受,也很不舍。 他知道纳英一直以来的愿望是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而韩国人是没有资格拿到这个奖的,原来一切早有遇事,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早来临。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放学回家,路上谁都没有开口说话,走到分岔路口快要分别时,海盛还是叫住了纳英,说了那句不愿说出口的再见。 那时的他们不懂男女之情,只是觉得身边少了一个重要的人,心里莫名觉得有点空落落的。 但那样的年纪总能很快忘记对一个人的思念,所有不好的情绪都会很快被其他情绪代替。 12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此时的纳英已经是一名作家,在纽约的一个还算不错的出版社工作,对于梦想做出的努力也得到了收获。 现在的他依稀记得自己12年前喜欢过一个名叫海盛的男孩,还跟他约过一次会。 无意间翻看父亲的脸书时,他才发现海盛在下面留过言,原来海盛在这12年里一直在寻找他。 他打开了海盛的社交网站,里面有海盛现在的照片,之前那个总是跟在他身边的小屁孩,如今已经长成一个帅气的男子汉。 12年前的记忆突然涌现在脑海,对于海盛的思念也喷涌而来,他加了海盛的联系方式。 而此时的海盛刚刚退伍回来,正在和朋友们聚餐,他收到了纳英的好友申请,但因为喝得有点多,模糊了视线,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 次日醒来发现,是纳英发来的好友申请,激动万分,立马就通过了。 时隔12年,两人终于取得联系,他们约定时间打视频电话。 纳英很兴奋,下班就赶紧跑回家,还对着镜子检查一番,着装是否合体,这才打通了海盛的视频电话。 看到对方的那一刻,他们难掩心中的激动,纳英表达了自己的惊讶, 他属实没想到,海盛一直在找他。 海盛也很好奇,为什么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原来他刚到美国就改了名字,但海盛还是想叫他纳英。 得知纳英现在已经成为作家,海盛很为他感到开心。 那天,两人聊了很久,说起了很多小时候发生过的趣事,挂电话时还依依不舍。 后来他们经常聊天,也经常视频,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和对方联系,短时间内他们迅速感情升温,但还是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虽然没有在一起,也融入了彼此的生活,可距离永远是最大的限制。 地狱的时差和网络的不稳定,让他们经常话说到一半就挂断,人一旦得到一些东西,就会奢求更多。 海盛想让纳英回韩国,可纳英觉得,海盛去美国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两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这也让纳英意识到,这段还没开始的感情,注定不会有结果。 于是他决定,趁两人还没坠入爱河,斩断情思。 他经历了两次移民才到纽约,唯一让他坚持下来的是他的梦想。 他想要在这里做成一些事情,所以现在的他是最不能分心的时候。 他告诉海盛,这段时间先不要联系了。 海盛当然很不愿意,可他不想成为纳英的阻碍,只能尊重纳英的决定。 为了专心写作,纳英搬进一个一群作家居住的别墅,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亚瑟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和亚瑟经常一起探讨文学,某天他们探讨到了因缘这个话题, 纳英觉得因缘就是天意。 两个人在街上擦肩而过也算是一种因缘, 那意味着他们在茫茫的人海中有属于他们的故事。 如果两人有缘结了婚,那一定是上辈子就有的缘分。 他相信缘分的真实性就像他和亚瑟一样, 相同的爱好和相同的梦想,让他和亚瑟产生惺惺相惜的感情,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而看着身边人一个又一个恋爱的海盛, 也开始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不久之后,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他和纳英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将对方留在记忆的长河中当作最美好的回忆。 后来,纳英和亚瑟经过四年的恋爱长跑, 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十分甜蜜,如胶似鸡。 而纳英和海胜约定的暂时不联系, 转眼间就过了十二年之久。 纳英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 而海胜也在工程领域有了自己的一番成就。 偶然间,他争取到了一次去纽约出差的机会, 只是为了见纳英一面。 尽管他知道纳英已经结了婚, 还是想知道如果见到自己, 纳英会不会动摇。 纳英知道海胜要来纽约找自己, 并没有隐瞒此事, 直接告诉了亚瑟。 海胜来到纽约头几天, 正赶上暴风雨, 但这并不能阻挡他见到纳英的脚步。 他忙完工作上的事情, 连忙跟纳英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 穿戴整齐早早来到约定的地点。 他有些紧张, 一直检查自己的着装是否得体。 当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他有一瞬间的恍惚。 此刻他们隔着公园的池塘相望, 可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有一个池塘, 还有那在彼此人生中空白的24年。 幼年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 一切很近又感觉那么遥远。 仅仅的一个拥抱将那24年的空缺填满, 可12年没有联系过的两人, 只能用天气真好这样的话来破冰。 海胜第一次来纽约还没有好好逛逛, 纳英便请了假带他去看看当地的景色。 纳英告诉海胜, 他刚和亚瑟结婚的时候回过韩国几天, 他跟海胜发过邮件小件上一面, 可等了很多天, 海胜都没有回复。 其实海胜是看了邮件的, 只是那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纳英结婚的事情, 所以选择了逃避。 纳英很想见见海胜的女朋友, 想看看对方的样子是个什么样。 而海胜现在和女友正处于冷静期, 还没和好。 他们已经讨论到结婚的事情了, 但海胜还是有些犹豫。 他不清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是不想结婚, 还是觉得两人并不合适。 女友对他的要求太高, 总是期待他可以更有钱, 更优秀, 可他太普通了, 工作普通, 收入普通, 满足不了女友对未来丈夫的标准。 之前他从不会在意自己是否平庸, 但现实社会的发展让他不得不在意了。 纳英带海胜去了他常和亚瑟约会的地方, 自从搬到新家, 这些地方就很少来了。 偶尔和亚瑟吵架之后, 他也会来逛逛。 海胜很惊讶, 纳英和丈夫那么恩爱, 竟然也会吵架。 可这世界上感情再好的两个人, 也难免会有摩擦。 就像两棵树长在同一个地方, 但都要有自己的生长的空间, 时间越长, 越容易产生碰撞。 亚瑟和纳英的家人相处得很好, 还经常在一起玩花牌。 亚瑟现在玩花牌已经是一流了, 虽然寒雨不怎么好, 但也是个花多的人。 海胜发现纳英烧起压色, 脸上一直带着幸福的笑容。 纳英突然转移话题, 担心起海胜的婚事。 像海胜这样的完美主义者, 找到完全合适的结婚对象, 应该不容易。 海胜用玩笑, 眼识难过, 他还没有老到那种程度呢。 纳英犹豫了很久, 还是问出心中疑惑, 为何十二年前海胜不来找他? 海胜其实有想过这个事情, 只是当初纳英离开的太突然。 时隔十二年再次联系上, 就像自己丢失的一个东西, 突然找了回来。 所以做什么都小心翼翼, 生怕一个不小心, 那个东西又会消失不见。 纳英觉得分别是 他们那时候都太小了, 并没有爱情这个词语的概念。 而十二年前的他们也很小, 没有参透爱情真正的含义, 可现在的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很多事情没有机会从头再来。 回到家里, 纳英跟亚瑟说起了海胜, 他觉得海胜的活法太韩国人了, 有着普通的工作, 普通的生活, 用韩国的经典观念去看待所有事情。 跟海胜在一块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不像个韩国人,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有些诡异。 在他眼中, 海胜很有魅力, 也很有男子气感。 听到他的这句话, 亚瑟心中有些忐忑, 问他是不是被海胜所吸引。 他摇摇头, 他很明白自己真实的感受。 在他的脑子里, 海胜依旧是幼年青色的模样, 现在突然很成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种差异感很强烈, 但并不是吸引, 只是朋友间的思念罢了。 亚瑟听后依旧很有危机感, 他害怕纳英会抛下这里的一切, 跟海胜回韩国。 尽管他知道纳英不是那样的人,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 二十多年未见的青梅竹马冲锋, 在小说和电视剧里, 他们注定会在一起。 而他只是一个突然插足的外国人, 为他们的感情制造磨难, 然后让他们感情更加深厚。 他越想越觉得害怕, 毕竟之前纳英选择和他结婚, 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拿到绿卡。 纳英太优秀了, 而自己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作家, 有时候他都会怀疑纳英是否真的爱自己。 纳英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让他觉得无法触及, 没有安全感。 海胜离开前一天, 纳英带他去坐轮船, 他们坐的轮船路过自由女神像, 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纳英邀请海胜去家里吃饭, 说亚瑟早就想见见他了。 海胜表现得有些拘谨, 甚至有些心虚, 有种前男友见了现任的感觉, 但他没想到亚瑟比他还要拘谨。 亚瑟用并不标准的韩语跟他打招呼, 氛围有些莫名的尴尬, 最后他们决定出门吃饭, 他们去吃了意大利面, 又去了附近的酒馆。 纳英和海胜一直在用韩语聊天, 偶尔对上亚瑟疑惑的眼神会给他翻译一下。 海胜一直觉得, 纳英移民是个正确的选择。 韩国那个地方对于有梦想的纳英来说太小了, 没办法实现雄心壮志。 纳英因为来到纽约有了这么理想的事业, 也有了这么幸福的婚姻。 他能看得出来亚瑟很爱纳英, 心里有种没办法形容的酸涩。 他想如果12年前他没有考虑那么多来到纽约, 又或者24年前纳英没有离开韩国, 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故事? 一定会一起长大, 然后顺其自然恋爱, 或许现在已经结了婚, 有了孩子。 纳英理解海胜心中的感受, 只是海胜脑海中的那个他并不存在, 只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是真实存在过的。 但现在坐在海胜面前的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女孩了, 他早就已经把从前的自己和海胜遗忘在了过去。 他们过往发生过的故事不可否定, 只是没有缘分走到一起, 他们生命中都有了自己命中注定的人。 他们在酒吧坐到凌晨, 海胜来一趟是正确的, 至少了却了他们之间的遗憾和过往。 十二年前那段未开始的感情也得到释怀, 海胜离开时纳英去送坛, 海胜还像小时候在分岔路口那样跟纳英道别。 他问纳英, 如果这一世成为前世, 那么下一世他们是否会成为彼此的另一半?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生活呢? 纳英也不知道答案, 他微笑着望着海胜离去的背影, 转过身却流下眼泪。 在回到家门口看到亚瑟的那一刻, 他再也无法隐忍, 趴在亚瑟肩膀上放声大哭。 电影中看起来好像纳英是他们关系的唯一问题, 是那个一直逃避姻缘的人, 好像他回到首尔,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他们幸福生活在一起。 可海胜何尝不是自私地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 他选择学习中文而不是英文, 他因为孤独认识了女朋友, 直到和女友有问题之后才飞去美国见纳英。 纳英和海胜说过, 他移民两次来到纽约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去想着如何坐上回首尔的航班。 即使过了12年, 他没有像12岁的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拿到诺贝尔奖, 又过了12年后, 也没有实现24岁时许下的拿普利策奖的壮志。 他嫁了个美国作家, 甚至为了绿卡提前结婚。 命运终究让他们成为了极普通的人, 在多年后意识到这一点后, 会不会为曾经没有在一起过而可惜呢? 电影已经给出了答案, 他爱他就是爱那个会奋不顾身离开的他, 那个雄心壮志的他。 错过的岁月并不可追, 他们终究会属于自己天地中, 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